这个一同少年是真牛逼 刚搬来鸣风淳朴不良横行的城镇 就敢一个人包围对方一整个帮派 拳拳带风横扫千军 立志成为不良高中最强的男人 就在两分半前 这个金毛混混把一个女孩堵在路边 女孩满脸嫌恶 要不是觉得可惜 早把手头鸡蛋朝他们猥琐的脸上扣过去 看到她强势的抵抗表情 混混反而更加兴奋 说着就想动手动脚 这种时候当然就要有个英雄出来救美 正是我们的阴谣阴谣 他因为天生的双色头发和两只一同 从小就一直被周围环境歧视 但他只在意拳头的大小 只有强者才会被他亲眼相待 像黄毛这种自以为是的弱者 是最会令鹰姚作偶的那种人 刚刚对上视线短兵相接 黄毛就被鹰姚一拳撂倒在地 见状他更是吃笑 果然就是个弱姬装什么呢 没过几分钟 周围小弟也只能全躺在地上哼哼 鹰姚得意地揪住金毛的衣领 记住老子的名字 再把事迹传扬出去 让强者可以找到我 而弱者别来爱我眼 然后就向服役去深藏公语名 见状女生好像才反应过来 赶紧追上前和她说声谢谢 结果却见鹰姚一脸猛逼 和谁说话呢 女生一时沉默 那不然呢 结果意识到被女生搭话了的 鹰姚竟迅速红温 刚才帅气高冷的样子一去不复反 本质居然是个可爱小傲娇 反差蒙秒了一切 女生为了感激她 把她带回了店里请客吃饭 正好刚才没浪费的鸡蛋 还能做个蛋包饭 两人聊天之间也逐渐熟悉起来 原来鹰姚是刚搬来的外地人 怪不得她不是很眼熟 按理来说这个小镇 都没什么外人会来 熟面孔就那么几个 倒不是说她过来有什么问题 只是这地方之前 确实是民风淳朴 走在大街上 就总有帮派不良斗殴 治安这么差的地方 没人砍来也没办法 怪不得之前她也完全没在怕 大概都习惯了 说是这么说 秦夜其实也是个外地人 鹰姚对她自来熟的表现 有点紧张 但卫却狠狠地被她抓住了 一口一口根本停不下来 看着她乖巧吃饭的模样 秦夜继续观察 发现她中二的半边一色外表 好像不是后天搞出来的 听到这个话题 鹰姚皱紧眉头 却没想到会被女孩贴近夸赞 吓得跳起来一蹦三尺高 一直以来总被看怪物的表情凝视 秦夜突然的认可法 让她觉得不适应 但秦夜确实一脸无所谓 这地方比你怪的怪人 那可多多了 难道你是为了这个才搬来 鹰姚坦言自己只是想来打架 听闻风铃高中 是个恶名昭著的地方 不良强者云集 一年365天无休的爆发冲突 而她的目标 就是成为风铃高中的强者顶点 除了打架外意无事处的底层 讨厌鬼缠斗在一起 最终决出一个人渣之王 这就是适合她的生活方式 秦夜听得脸上没了笑容 总觉得她的自我评价 有些自暴自弃 但嘴上说得那么中二那么帅 实际上却明天开学 今天就穿校服上街闲逛 你是什么期待春游 睡不着的小学生吗 鹰姚的脸又爆红起来 这时里面有客人走了出来 都到了门口 却突然被鹰姚叫住 直言她忘了东西 秦夜还了她一把糖 当作好孩子的礼物 也帮忙传达了老爷爷的感谢 一听到感谢二字鹰姚就会红温 这个城镇的人真的奇怪 一天居然被职求道谢两次 果然还是习惯不了 她之前遇到的人 明明都总会倒打一耙 少年你都经历了些什么 秦夜吐槽她的拧巴 看来她选择来念风铃是正确的 不过在她眼里 现在的鹰姚不但没法成为风铃的顶点 甚至都有可能不被人家放在眼里 听到这个鹰姚急了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我有多强 在武力之上秦夜已经见识过了 但她认为鹰姚不行的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她不可能只凭独自一人成为王 孤身一人如履薄冰的感觉 再次席卷鹰姚的内心 但她嘴上不可能承认 不是我找不到同伴 只是我不需要依赖他人 秦夜倒也没继续说什么 只告诉她去亲眼看看才会明白 就如同秦夜刚刚所说 这阵子的治安果然够差劲 随便走在路上就有团伙各种打砸抢 刚刚惹上的金毛又找人来把鹰姚躲了 本来她不想搭理 但奈何对方非要不依不饶地上来范茧 第一句话就开始针对外貌精准踩雷 先嘲讽她中二cosplay 发现是真发真眼之后 更笑话她是天生外表恶心的小猫咪 她的语气总算是让鹰姚习惯的那种了 她之所以会那样执着于强弱 就是因为哪怕总被人这样否定 她也想找到自身的价值 而对她来说能带来成就感的行为 就是用铁拳把对方痛扁一顿 刚被人说完孤身一人 就立刻被围住群殴 这个笑话可真是不太好笑 但还不等这个金毛纯老大把牛逼吹完 鹰姚早就忍无可忍地一拳垂脸 我再攒怒气之开大你在等什么 说什么她不需要依靠其他人 好像她故意不想合群一样 可根本就是他人总要离他而去 她只不过就是长相奇怪了点 到底是招谁惹谁了 她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只有拳头够硬 只要她能把别人的团伙全端了 是不是就证明她一个人也能行 面对围攻鹰姚丝毫不惧 可对方很明显比她想的还要人渣 竟然持刀挟持了纹生出来的秦夜 在她眼里 风铃的家伙只要看到人质就不敢煽动 但很抱歉鹰姚现在只是半个风铃人 一记扫堂腿就把男人踹倒 第二次把秦夜救下 这帮人还真不讲武德 打架归打架至少别不要脸 但很快其他人又汇聚上来形成了包围圈 又是新一轮的大混战 但两人不知不觉间就被逼到了死角 本来鹰姚一个人是没什么怕的 但要顾着身后的秦夜反而爱手爱脚 她暗骂自己 明明早都知道其他人靠不住 但还是忍不住想要保护他人 就在她逐渐有些力不从心时 地上的小刀又被人捡了起来 暗中偷袭砍了她的脚腕一刀 受伤见血之后她更是分身法术 眼看棒球棍就要砸到身上 可眼前却附上了一层阴影 来人用肩膀挡住了球棍 她身上也穿着风铃的制服 秦夜看到她一脸惊喜 看起来是个老熟人 又有三人踩着乱世巨星的古典出场 看到他们现身 那群混混全都满脸忌惮 刚才护着鹰姚的男人转眼已经抢过球棍 一伸手就狠狠掰断开始放狠话 而后面跟着的三人一派轻松 就好像打这帮人只需挥挥手 看到这幕的鹰姚觉得有点汗流加倍 自己居然有一天会被英雄救英雄 风铭的人怎么会来 虽然心里已经怂了 群眼混混们还是悲壮地冲了上来 不过很明显 他们之间的水平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实在没办法 他们又想不计重施来找鹰姚这个软柿子捏 鲨鱼牙暴躁男一脚将其踹飞 还让鹰姚受伤了就赶紧退场 别在这拖后腿 没想到他居然有天会被人这么说 鹰姚当场瞳孔地震 怎么他就沦落到要被别人保护了 可很明显这场戏他已经不是主角 当风铃开始明显占据主场优势时 四处的居民竟然都探头出来为他们摇旗呐喊 好像风铃就是盼望已久的城镇保护神 看鹰姚一脸不解 秦夜开口解释 之前就说过这个镇子治安很差 但从两年前开始其实已经逐渐改善 源头自然就是风铃高中的学生们 他们在城镇入口立了看板 为守护城镇而与他人争斗 只要进了城镇 就禁止抱有恶意伤害他人破坏公共财物 否则防风铃必然会将其肃清 防风铃正是这座城镇的盾牌和守护神 所以鹰姚的情报好像晚了整整两年 现在的风铃可不是什么恶名昭彰 不如说正好相反 现在的他们被民众们深深需要着 明明设想中是要来不良高中打架 怎么就变成正义的英雄了 眼前人们的温暖笑脸 和从小就持续得到的恶意交叉 让鹰姚有些茫然 明明都是满脸凶恶的打架 为什么得到的结果却如此不同 但还不等他陷入内耗 居民们也向他围了上来 一开始他的活跃也都被他们看在眼里 看到他脚上受了伤 可爱的老奶奶想为他包扎 但他却应急反应一般大声抗拒 秦夜见状接手了包扎工作 他之前的话还没有说完 虽然他说过鹰姚是孤身一人 但他一眼就能看出那不是出于自愿 不过这里可以成为鹰姚的归宿 他也能成为被大家簇拥爱戴的人 鹰姚还在嘴硬是自己不需要 但无论是挺身而出保护秦夜 还是提醒老爷爷带好东西 都证明他根本不是什么铁石心肠 明明就渴望着与他人建立联系 如果他还期待被他人证实 所以也不要再封闭内心 鼓起勇气正视他人 只有当对视时心灵才会相通 你也终将成为心中理想的自己 鹰姚逐渐抬起了头 但下一秒却抛弃人群向前跑去 助跑着一跃而起踢向前方 踹倒了趁众人不被站起身 想要偷袭的漏网之鱼 果然 鹰姚他就是个口是心非的别扭男孩 也从这天开始 他的目标从成为最强不良少年 变成了想要当上帅气的城市英雄 明明立志要成为不良少年的顶点 可从那天开始的鹰姚 就成了个三好学生 一大早就开始帮助老人 这一出稿的秦夜都没想到 看到老人一到店里就活蹦乱跳 鹰姚顿时感觉自己被耍了 可老奶奶只需一句感谢 就把她的火气又堵回了嘴里 直求是傲娇的天敌 感觉已经被这个城镇拿捏了 为了感谢好孩子 秦夜又拿出了精致的早餐 不过她对男主出现的时间感到了奇怪 虽然是今天开雪 但风铃是在午后才报道 果然她是兴奋的根本待不住了吧 没什么不好承认的 毕竟风铃就是很有趣 这时 风铃的最大铁粉纹这位就过来了 虽然她故意把自己打扮得很像帅气不良 但刚出场就是个大马趴 就连两秒半都没帅到 很明显她比鹰姚还要兴奋一个度 校服的标签都忘了摘 没想到这样卖蠢的人也能来风铃 鹰姚一脸无语 看着她 风铃迷地也不满起来 明明是个生面孔 凭什么这么说 不会是从阵外来的吧 说着她更仔细地打量了鹰姚的眉眼 忍不住发出了感慨 年纪轻轻就愁成白头真可怜 鹰姚人傻了 这是哪里来的奇葩脑回路 秦夜笑得合不拢嘴 给她俩互相做了介绍 这家伙原来叫做于景 而听了鹰姚的名字 她开始在小本本上翻了起来 她没记录过这号人 那表示肯定是实力平挺 鹰姚被气得跳脚 而秦夜笑得更欢 接着于景就开始疯狂输出 她到底对防风铃有多热爱 对他们的崇拜 简直如同滔滔江水源源不绝 哪个中二小子不憧憬强大的正义伙伴 她当然也是忍不住想成为一员 所以才会来读风铃高中 但鹰姚区区一个外地人 对保护城镇也没什么感情 来读风铃到底是什么目的 鹰姚斩钉截铁 当然是为了站上那里的顶点 在知道防风铃是正义伙伴之后 她反而更想立足于他们之上 于景实在是没想到这个答案 只觉得是天方夜谭 她倒也不是生气 反而担心起了鹰姚的精神状态 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鹰姚本想当场和她来一家 但于景说完就溜 她还要去城镇巡逻呢 今天可是她成为正义伙伴的历史性时刻 结果说着就在门框处再次又磕又窗 鹰姚感觉她简直太不靠谱 一旦上了战场肯定会第一个当逃兵 和她一个学校自己都掉假 而秦夜对此并不认同 鹰姚本身应该最懂这个道理才对 不该随便以貌取人 就好像罐子里的咖啡豆 一开始在树上识 果实竟然和鹰桃差不多 与现在截然不同 如果不去仔细了解肯定不会相信 只从一个角度来看 是看不出事物的全貌的 虽然她怎么想很自由 但初见就给别人贴标签 确实不是个好习惯 如果不好好的与对方交流和观察 就不会真正了解他人 鹰姚又想起秦夜之前的话 让她与人们互相正视 所以她难道是标签贴错了 雨景其实很会打架 你的脑回路好像也没多正常 走出店面后 鹰姚又被刚才的话硬控几分钟 还没等想明白 就又被一对直球的面包夫妇拦住 昨天她的英明神武已经传开了 还没加入防风铃 已经胜似防风铃 所以这民们一看她就觉得亲切 虽然鹰姚还想傲娇 但父母年纪的他们可太懂了 哪怕追上去也应要把面包塞给她 承诺就算凉了当午饭也好吃 结果鹰姚走一路就被直球一路 还没等去学校报道 身上就挂满了礼物 他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 难道真的就像秦夜说的 他也被之前那些人渣 养成了有色眼镜 无论对自己还是他人 都会提前做出糟糕的预设 其实真实的世界也没有那么糟 就在他思考时 一个女孩突然向他搭话吓了他一跳 原来他是看到他的风铃校服 特意前来求助的 遇险的正是刚刚出门要巡逻的雨景 他看到小姐姐被混混们搭讪 于是果断挺身而出 可他确实没什么战斗力 很快就被人干爬 看到混混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说着就想走 雨景直接扯住混混的身体 他不许有人轻视防风铃 哪怕会被随意拨开 也死活不肯放手 他大声喊出了防风铃的规矩 但却惹得混混们哈哈大笑 制裁不了邪恶 只能大喊口号的正义伙伴 就只是在无能狂怒 可不管被怎么嘲笑 雨景就是不愿松开 混混终于被纠缠得不耐烦 握拳想下死守 却被救场的鹰摇一脚踹飞 哪怕到了这时他还是那么好叫 才不是专门来帮你的 只是看对面不爽罢了 只见他开始活动筋骨 看这架势 又是准备好独自一人大干一场 雨景并不想牵连他进来 本来还很是担心 但没想到战斗竟是一边倒的秒杀 鹰摇的强度我们知道他可不知道 一下子他就后悔了之前的言行 鹰摇不可能是什么无名之辈 反倒只有自己是真的弱 不配成为正义伙伴的 不是鹰摇而是他 以鹰摇的性格 倒也不会温柔的安慰 只是奉劝他认清自己的实力 菜就多恋 雨景忍不住说出了自己的过去 初中时他总是被霸凌 要不是防风铃救赎了他 或许早就崩溃 从此风铃就是他唯一的憧憬 可他就算穿上这件衣服 也没法变得帅气又强大 永远都还是那个弱小的自己 看着这样的他 鹰摇也对之前的判断产生了改观 就算打架确实很弱 但雨景的内心并不软弱 要不是他主动出手帮助女孩 也不会落得被围殴的境地 就算没那么会打架 也不妨碍他是个真男人 女孩对两个人都表示了深深感谢 鹰摇依旧受不住 刚想撤退跑路却被雨景叫住 他忍不住拿出了小本门 对着鹰摇一痛别量 身高体型体重他一观察便知 原来他的技能都点在这儿 本来鹰摇还很不乐意 但一听他说那是他的谜底小本们 从此鹰摇也是他崇拜的偶像 第一次收谜底的鹰摇 再次忍不住脸上爆红 身后也就此多了个自愿当向导的小尾巴 雨景觉得鹰摇绝对是个潜力股 他期待着鹰摇真正成为顶点的那一天 但这个顶点下一秒就开始默默啃面包 就算报到要迟到了也不管 毕竟刚打完架他必须补充能量 给雨景急得不行 但即使如此他也不想和鹰摇分开 两人终于来到风铃高中 光看外表还是非常不良的 谁能想到里面都是群正义伙伴呢 鹰摇不由的满心期待 能遇到多少值得挥拳的强者呢 不过雨景并不知道他的想法 他还兴奋地在找分班表 世上就是有这妖巧的事 两个人正好是同班 看起来还有很多雨景的其他偶像 简直就像追星现场 他又幸福了 鹰摇不理解他的兴奋 不过就是个分班而已 但在雨景认知中的分班 好像还有其他的意义 还不等他解释清楚 名单上的另一个名字 就让他瞬间实话 看起来是快踢不得的钢板 他最终忍不住对鹰摇劝道道 在班上千万别惹事 一定要和善地保持微笑 随即鹰摇回应了一脸的和善 雨景很卑微 真的不是开玩笑 防风铃毕竟是为守护城镇 聚集起来的正义伙伴 排外还是很严重的 就连他一开始都会误解鹰摇的来意 更别替脾气更暴烈的其他人 他语重心长 但鹰摇选择完全不听 已经自顾自热身起来 准备好和班里人大战一场 雨景觉得他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要是不小心和整个防风铃为敌 鹰摇的处境岂不是完蛋了 但他其实正有此意 反正他又不怕事 不如说很喜欢冲突 和强者打架他求之不得 随着班级门被果断拉开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强者的气息会互相吸引 很快就有人主动上前搭话 而且看起来早就知道他这好人 身后的雨景激动起来 是名人的主动搭话 眼罩再加上长流苏尔坠 有着这样特征的男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 利奥内多 男人用外国名打断了他的介绍 雨景和鹰摇都是一脸猛逼 眼看鹰摇都要信了 但雨景知道 他其实是苏芳同学 苏芳还想用眼罩来中二一波 但其实只是他之前因事故受过伤 明明这人打架超强 没想到却这么喜欢装逼开玩笑 不过玩归玩闹归闹 苏芳来搭话就是为了昨天的事 气氛还没沉重一秒 这下都过来开始围观 鹰摇不但没像想象中一样被排挤 反而一来就给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过果然大家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阵外人特意来读风铃 而鹰摇的回答也永远只有一个 这句话成功让所有人一愣 就连原本没围观的两个人 也都被吸引了注意 此时一变突生 一个暴躁的桌椅飞了过来 那个男真子打扮的男人出场了 他正是雨景害怕的源头 被誉为整个风铃最危险的人 山下惊太郎 但鹰摇闻眼只是吹了个口哨 听到危险他更兴奋了 既然要打那就来吧 这才是他眼中不良高中该有的样子 第一天开学就开始挑衅敌对帮派二把手 只能说鹰摇不愧是你 当然在校内时他也没少打 刚开局和山下之间的大战就一触即发 苏方看热闹不嫌是大 不仅不想劝架还在一旁悠哉的解说 刚入学就扬言要成为风铃顶点 在城镇中大放异彩的外地人鹰摇 还有唯一破格在入学前就获得防风铃称号 作为学校现任顶点小迷地的山下惊太郎 这两人打起来可太有乐子了 但围观的同学们很了解山下的可怕 基本都是在担心鹰摇的人身安全 说着他就一时脚下不稳 山下立刻就要一拳打过来 鹰摇却是瞬间做了个极限弯腰 结果山下一拳挥空不说 反被一个飞脚踢在下额 以血应声狂喷 所有围观者都遭受了剧烈冲击 这个外地小子真的不简单 当事人鹰摇却只是湿湿然落地 吹得那么高也不过如此 所谓的狂信徒说白了就是无脑的家犬 他才不会输给这种家伙 眼看二轮战又要开始 广播的声音却突然出现 打破了教室里紧张的气氛 他俩都是一拳没打出去 就被无厘头的大声吓得浑身一击灵 鹰摇很是不满 这谁敢来影响他打架 他可还没尽兴呢 但他没注意到 其他人都已经静若寒蝉 毕竟现在发话的正是学校老大 男人再次做了个正式的自我介绍 他是防风铃的总代表煤公一 鹰摇一听才恍然大悟 原来他就是自己励志打倒的存在 风铃最强的男人 其他所有人都满脸尊敬地等待他发言 可男人却超不靠谱 刚说完名字就开始忘词 鹰摇满脸黑线 这哪有什么强者的威压 到最后只说出一句 请心声好好挥洒青春 不知为何又拐到了 今年夏天一起去大海玩 反正突出一个不打草稿 想到啥说啥 毕竟不管他说的内容是什么 也会有人无条件维护首领的尊严 不过他就好像有着穿墙千里眼 突然又说到 不许自己人第一天就内红活 某两人秒速心虚 鹰摇实在忍不住无语 都是对方先出的手 现在还想装好孩子 最后没工作了总结 防风铃最重要的纲领还是守护 今后行动时都不要辜负 这个响当当的称号 所有人整齐华一的印象 其团结程度令鹰摇吃了一惊 但下一秒首领自己就逗逼的破了弓 在同学中却依然威严不解 真好奇他究竟是怎样的人 苏芳突然从背后钻出 既然首领都那么说了 两个人不来握手言和吗 鹰摇猫猫立刻炸毛 凭什么他要握手言和 明明就是对方先打过来的 还把点出他傲娇本质的余景 狠狠揍了一拳 但苏芳可是劝架大师 一番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柔性劝导 就成功给他顺毛 搞定鹰摇另一个小迷地就更好说了 只要提起湄公的名字 他立刻就会屈服 于是他率先伸出了一只手 没想到意外的坦率 既然对方都给了台阶下 鹰摇只是犹豫了两秒半也就握了上去 不是为了打架的肢体接触 感觉还挺微妙的 当然他俩还是在暗中较劲 恨不得把对方的手都捏住 围观群众全都笑了起来 而且就此认可了鹰摇的实力 居然能让山下吃饼 他们可都完全做不到 看着眼前毫无恶意的同学们 鹰摇又一次有点恍惚 这个城镇真的和他以前生活的地方不同 简直友善的不像一个世界 看他沉默 同学们还以为是不是给他勒晕了 但其实他只是逐渐喜欢上了这个集体 当然表面还是暴躁的给人打飞出去 还不等他们继续打得闹闹 外面就有人招呼去操场集合 刚到教室就又被折腾出来 鹰摇满脸都是明显的不满 但卷蛇哥不管他怎么想 上面怎么交代他就得怎么安排 昨天见过的鲨鱼牙猛男正在操场等待 嫌弃他们迟到了太久 他的名字是钟灯马 还不等他介绍身份 鹰摇就没忍住说道 这不是昨天帮秦叶的时候一块来的人吗 男人闻言大吃一惊 扑过来赶紧捂他嘴 都说了秦叶遇到危险 这是必须保密 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不然他又要吐血了 鹰摇真是愁得他当场疯狂吞味药 等归对时余景很好奇 但鹰摇什么也没说 只说对方是个会自己生气到吞味药的奇怪家伙 余景闻言立刻拿起小本本开始狂计 不去转职当记者真是挺趣才 然后他继续给鹰摇科普 钟哥可是全校的四天王之一 一人之下三人平级无数人之上 每个四天王都会分管三个年级的同数字班级 比如钟就是负责他们的一般 防风铃的队伍根据四天王命名 从一般以此类推分别是 多文重 十国重 增长重和广木重 旗下在分别以四到五人一组 每队新生配一个前辈 逐渐实习怎么去镇上巡逻 不过可谓是冤家路窄 他们这五人队伍全都是老熟人 美宫老大还特意叮嘱 实际上他俩也确实进学校就开始干家 脸上的伤想满也不可能 鹰摇一说起这事就来气 明明就是对方先不分青红皂白跑来打人 苏芳狠狠吃瓜 钟怪不得会天天吃味药 赤裸裸的就是个暴躁男妈妈 鹰摇不是很懂 为什么巡逻城镇是在这闲逛 主动出击把所有小混混干掉不是更效率 但钟再次强调 防风铃的宗旨是守护而不是主动进攻 随便挑衅惹事也对居民们没好处 而他们只需要走在路上 就能用名号威慑起到和平效果 这样才更能彰显守护的意义 鹰摇听着大道理只觉得无聊 气得钟反驳你这个打架脑才更肤浅 说着他就跑去做好人好事了 带着的新生们自然也都躲不过去 不知不觉就全都跑来帮人刷墙 鹰摇满嘴骂骂咧咧 但其实干得还挺认真 店主为了表示感谢 送了他们每人一个热乎乎的鲂鱼烧 钟再次和鹰摇搭话 这里的人基本也都经历过差不多的时期 觉得没价可打就没意思 但体会过被人需要的成就感之后 心态就会变得大不一样 虽然只是刚来两天 但鹰摇似乎也有所感触 众人逐渐走到了高架桥 再往前走就是九八街 桥上面画着个奇怪的涂鸦 鹰摇本能地嘲讽好丑的狗 却马上被鱼警捂住了嘴 你这不看场合就吐槽的能力实在太逆天了 那可是隔壁集团的文章 这里正是防风凌与齐的交界处 帮派之间的交界就约等于国界 只要一过去 地盘的老大和规矩就都不一样了 对面正是以力量为绝对信仰的狮子头帘 在传闻里凶残无比 不过听着这个宗旨 鹰摇其实还挺感兴趣的 说不定和他意外地合得来 此时突发意外 一个三中学生从桥那边飞奔过来 身后还跟着三个凶神恶煞的橘色校夫人 钟一下就慌了 你招惹那头干什么 但这时不是责怪的时候 因为他已经明显体力不支 马上就要被后面三人追上 肯定撑不到跑到桥这一侧 钟还在犹豫要不要出手时 鹰摇和山下就默契地腾空而起 一脚把对面领头的家伙踹翻在地 落在了狮子头帘的地盘上 但鹰摇表示没关系 只要后面要保护的家伙是自己人 那就还算是对面不讲理先出手 实际上道理并没人在乎 对面剩下的两人还在打量被踢晕的同伴 态度却不是担忧而是嘲谋 被一脚打趴真的太弱了 习惯风铃的友善鹰摇差点都忘了 这种武力威慑才是他以前最习惯的方式 此时狮子头连也跑出了更强者来阵场子 甚至直接就是个二把手 钟没有办法只好出面试图圆场 来人的动作状态全都慢吞吞 态度也看似友善 但鹰摇不知为何反而感觉很不爽 看到现在的情况 男人非但没有出手保护几方 反而是对着爬起来无能狂怒的同伴 一瓶子上去把他再次打趴 在男人眼里 他们的地盘随便就近外人打架 不是对方挑衅的问题 而是打输的人太弱 他一拳一拳地殴打向几方的学生 旁边的人也都觉得习以为常 但钟却率先看不下去 干嘛要攻击一个集团的同伴 男人一脸莫名 什么一个集团 从他输掉开始就不是了 狮子头连是不需要弱者的 因为这破事就被剥夺校服的荣耀 女警看得瑟瑟发薄 苏芳的表情也少有的凝重 虽说早有耳闻对面的做法 但他也没想到亲眼看到会这么不舒服 鹰摇更是毫不客气 刚才他说感兴趣的话完全撤回 他们这一套不配叫做以力量为尊 对着弱者一通海扁的叫什么力量 真让人失望 说着他就和对面二把手针锋相对 看着这么擅长惹势的新人 终又未疼了 听了这话对面的三人全都忍不了 但二把手还是没想直接开打 而是抬起眼镜 调侃了鹰摇的中二头发像是黑白旗 他俩一个急性子一个慢性子 真是令人窒息的合不来 等他之后一定会找个好地方 再把鹰摇坐得满地找牙 对方今天暂时撤退 可雨景的小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干嘛非要出面挑衅 万一爆发两组织战争可怎么办 苏方连忙拍肩安慰 现在最愁的人正在那边嗑喂药呢 快少说两句吧 不过钟心里清楚 今天的情况也并不怪两人出手 他甚至有点懊悔自己没率先出面 对方本来就不是什么擅长 为了保护刚才的学生就只能杠上 倒是鹰摇最好小心点 那个二把手地盘意识很强还很记仇 想想今天这是回去的报告给老大 中午这位满脸土色 走上天台时众人都很是意外 天台怎么搞得像的菜园子 随即鹰摇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风鸣顶点 看起来却完全是个 喜欢天台仲裁的阳光开朗大男孩 打了人家的小弟 老大自然要找回场子 最后竟演变成两个帮派的团队战 看来之后有好戏可看 众人走上天台参见风鸣首领 本以为会开始说正事 可男人满脑子却只有仲裁 天台多出了一点空间 于是他主动询问大家都爱吃什么 完全没抓住大事的重点 就算听到中说事情有关狮子头 他也只是神经大条的吐槽 肠胃不行的话最好不要吃 这下大家总算是懂了 男妈妈为什么总是吞胃药 原来不是因为首领太凶 而是因为不靠谱 听到鹰摇在暗中不尊重 小迷地山下自然不乐意 两人又想当场肝掌 老大没工看到冲突 这才好像如梦初醒 赶紧请一大帮人坐下 开始介绍他心爱的小蔬菜 被揍的男生手足无措 一时间根本插不进去滑 钟德威又疼了起来 有这么肆意妄为的老大是他的福气 鹰摇还是那么心知口快 吐槽明明全都是一样的草 可梅宫也不见生气 依然情绪平和地讲解蔬菜 鹰摇见状实在更好奇 这样的人究竟是凭什么做老大 这时被打的男生终于忍不住 开口讲述事情经过 他原本是路过商店街发现有人偷窃 结果因为只顾着追人 一不小心就跑到了狮子头帘的地盘 在他看来 这次都是因为他太过憧憬 防风铃得意忘形 才成为了现在两帮派敌对的导火线 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忏悔 可没想到的是 梅宫竟然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 只因城镇里的所有人 在他看来都是值得记住的家人 他不但没怪男孩 反而向男孩道谢 他确实帮助防风铃守护了城镇 剩下的事全都交给大哥哥就可以 男孩深受感动 但下一秒梅宫又没个正行 询问详细情况究竟是怎样 一听说是两人把对方一脚踹飞 他不但没介意 反而是真的觉得很好笑 中听了也再次很难崩 想要主动揽则 但梅宫其实并不在意 还劝为让他不要总是自责到胃痛 好兄弟于锦在背后默默付费 但最后补刀的是绝对怪鹰姚 鹰姚完全经不起激将士套话 马上就亲口把真相合盘托出 他就是看不爽那帮人怎么了 嘴上说着是力量为信仰 却只顾追着弱者欺负 算什么好汉 我想到梅宫竟然身以为然 还拍了拍他的头以示赞同 梅宫也觉得最近狮子头连做得很差劲 昨天的事他早就听说 今天鹰姚又一次出手救人 他很感谢鹰姚保护了他的家人 多了个可靠的弟弟他很高兴 谁都没能预料到这种发展 鹰姚也瞬间被大哥的可靠包围 他好像能明白梅宫的人格魅力了 既可靠又温暖 无论谁遇上都会感到安心 虽然他还想傲娇一下 但狮子头连却不给他时间 已经打上门来 来人正是敌方总长托尔山 他看起来明明就是个小可爱 却是纯力量型帮派货真价实的头领 此刻他正拿着大喇叭疯狂喊着 让梅宫出来应战 就算知道对方不会忍气吞声 也没想到老大会这么单刀直入 直接一气打到楼底下 虽然男主的关注点并不在这 他只想知道 这家伙是不是比那个二把手势规条还强 可目前还轮不到他出手 梅宫身上瞬间爆发出了强大气势 转身引领众人下楼 鹰妖本来也想掺上一脚 但却被梅宫的气势震住 楼下的他与刚才的天台大南海 简直是判若两人 但很明显 对方老大就是故意想引他生气 梅宫的气势越强 他反而笑得越开心 毕竟他根本就不想管其他三七二十一 满脑子只有想和阿梅单挑 一时间梅宫就好像他的太阳 他开始围着梅宫疯狂转圈 鹰妖忍不住要开始怀疑 帮派老大是不是没一个正常人 但梅宫还在忍耐 努力想给对方讲道理 尽管这次先出手的是几方 但兔尔山从校门口一直杀到楼下 已经搞得很是过火 足以两相抵消 但其实对方根本就没想过要讲理 如果没理就能成功单挑 那他简直求之不得 所以他现场立刻挑衅出脚 只求梅宫反击与他一战 兔尔山其实并非战斗狂 只是想要梅宫而已 他在爬上顶点后 一直觉得没什么意思 隔壁的梅宫却每天嘻嘻哈哈 让他感觉心里很不平衡 因此他想把风铃和梅宫 全部拒为己有 来享受他们的快乐 其他人文言只觉得脑回路变态 但梅宫却满脸怜悯 觉得感受不到快乐的对方很可怜 此时敌方大部队也终于到达战场 这并非是老大吩咐 只是他们不能接受 让老大一人独自闯入敌方大本营 对方的副手再度出场 看起来也像是他们老大的男妈妈 但鹰咬几人随之上前 全都站在梅宫身侧 人数和气势他们这边也不能输 但凡是单挑那也不说什么 不过围攻绝对不能忍 兔尔山也立刻表示 他只是想求个单挑 二把手却有些无奈 现在他们可是在风铃主场 搞围攻的到底是哪边 鹰咬他们这才回头察觉 所有风铃学生都已在教学楼内整装待发 对方都起脸输出了 这谁能忍 见状梅宫主动表示 他可以接受单挑 不会让兄弟们出手 而兔尔山那边也得照样遵守 男孩刚想喜笑颜开地答应 但狮子头连的其他人可不会乖乖听话 而是继续嚣张挑衅 把主角团其他人的怒火都激了上岸 山下的暴脾气自不必说 就连本来还在旁观的苏芳 也都忍不住出言反讽 这时能控住场面的只有诗规 但他其实嘴才最毒 而鹰咬立马也嚣张回应 什么时候你都看不到自己的脸 兔尔山眼看着一对对的 全都互相看不顺眼 那只有他俩单挑还不够快了 不如来一场团队指名单挑赛 这场约架的性质立刻变得很奇怪 就好像什么快乐的庆典 狮子头连一方立刻开始指名对手 两个总长对轰 二把手和黑白起 黄毛对上长头发 短毛对上眼罩男 官方外号节目效果直接拉满 美宫本来不想演变成这么麻烦 但被指名的人 却都主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钟本来以为这次不关他事 人群中却又窜出一个男生 指名要钟哥和他打 帮派5v5团队战正式拉开帷幕 当晚众人来到秦夜的店里团建 这里一直是房峰林的指定集会场所 其实当事人都没有很紧张 但于景却慌得一批 开学第一天就遇到赌上帮派尊严的打架 万一输了那刻怎么办 好不容易他才加入了房峰林快乐老家 但秦夜倒是不太担心 何苦掌他人置气灭自己威风 自家出场的人也都不是弱手 于景还在贫富情绪 挑食的阴谣却已经吃完 本来是前辈们要求聚餐 可却到现在还没来 就算知道给全校说明有点困难 也不至于把他们放置这么久 不过说湄公湄公就到 他一来就满脸欢喜地扑向秦夜 嘴里先是连猪炮式地夸奖 又开始分享天台上的小菜苗 种出来以后他就继续供货到店里 这时阴谣才搞明白人物关系 原来秦夜是湄公重义的人 他一听这个描述 本来还以为两人已经是男女朋友 其他人却都喷了出来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女朋友这个浅薄的称号 不能代表他们之间的感情 在湄公眼里兄妹才更贴切一些 其实他们更天向青梅竹马 从小在同一个摄氏长大 看到阴谣仿佛松口气的表情 秦夜不禁露出微笑 但他这钢铁大直男突然反应过来 居然是兄妹 没想到秦夜原来只是看着成熟 年龄实际上和他一样大 话里话外都在说偶像众义的女生贤老 山下又一个椅子丢了过来 中在一旁满脸凝重 美宫一直都是溺爱秦夜到夸张 所以他之前才会反复叮嘱阴谣 千万要隐瞒秦夜遇险一事 吃到秦夜蛋包饭的梅公 感觉能量已经完全回满 但中却在对面异常的沉默 他是在想过去狮子头帘的样子 以前那里其实不是这种怪氛围 而是货真价实追求打架功利的集团 他们之前也没少打过架 但即使团体群偶打完 之后也只会觉得舒畅 狮子头帘变得这么扭曲 都是在新任首领兔尔山上位之后 那边从前明明也很重视团结 现在却开始一副破罐子破摔 不知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梅公觉得原因肯定出在兔尔山身上 虽然详情他也不清楚 正好明天可以好好谈一下 阴谣文言有些惊讶 明天明明就是要打群架 看他们那样究竟怎么好好谈 但梅公却搬出了他的理论 拳头就是不良的语言 干家又怎么不算一种对话 快乐的团建结束 侮辱的被打男孩再次向众人道歉 要不是为了救他 事情也不会演变成这样 两位老大哥露出安心的微笑 参加者也都表示加油 只有阴谣还在坚持傲娇 秦夜在一旁实在看不下去 什么时候他才能坦率一些 扭扭捏捏地说了句包在他身上 可他的脸颊却已经红温 刚才梅公的话让他有些热血沸腾 通过打架也能了解对方 曾经他从没这么想过 第二天一早 风铃参赛者五人再加上战地记者余景 六人一同来到了边界天桥 英姚觉得今天意义非凡 这是他第一次为了别人打架 心情却莫名地舒畅 感觉比平常还确信自己不会输 对面的五人也早就准备好接待 快乐的不良对谈现在开始